主持人專業的神情 觀眾台下專心的聆聽 原文會所製作的原式播客Podcast節目 24日下午進行了兩場對談節目 以族群組流化來進行交流 全程搭配Live直播 而現場邀請到許多不同背景領域的大前輩 前來共襄盛舉 也讓活動更加具有張力 闡述跟原住民之間的一些關係 讓更多的台灣的聽眾或是讀者 他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覺得被看見是很重要的 你不被看見你就會漠視他 你看到他了你才會證實說 其實原住民就是在台灣的真切生活的 原本的那個最重要的人 族群的意識這件事情 我想是未來我們應該是要不斷的來 跟大家分享 讓他知道說族群意識這件事情 是可以讓這個社會更美好 近年來族群歧視事件層出不窮 該如何降低對族群的傷害 開啟社會的對話就成了一種重要方式 我們發現到現在 podcast收聽的用戶是不斷地持續成長的 族群主流化這樣子的一個思維方式 也許是一個我們可以試試看的 帶原住民跟非原住民一起來討論 一起來思考這樣子的議題 透過 podcast節目方式呈現多元文化互動 而原文會也發起串聯七大公共廣播電台 持續促進社會溝通對話 原室新聞 Lang Gawa 台北市採訪報導 到達了 到達了